好今天还要持续来关心的是高雄县长杨秋心 真的对参选大高雄心意已定了吗 面对党内同志喊话 要他为了团结再想一想 他则是希望大家可以尊重他的决定 而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今天就会亲自南下 跟杨秋心来会面了 陈菊他也说 如果杨县长答应 他愿意跟蔡主席一起来出席 来做最后的协调 双口对年底大高雄选举 心意已定江潮参选方向 前进的高雄县长杨秋心 以大早来到大树乡东兆山参拜关胜帝君 对党内大佬以及党主席蔡英文公开喊话 杨秋心态度还是很坚决 蔡主席明天是跟我有一个奖学金的颁证活动 我心已定 所以我也请我们过去很多主席 很多好朋友 也就尊重我 也就不要再给我围栏 我相信民进党的中央跟我们 跟我 对杨县长有期待的人 都不任何有一丝的希望 我们都不会放弃 任何一丝希望都不会放弃 不过5号蔡英文主席南萨与杨秋心会面 是否会陪同 陈君这席话似乎点出在初选后 初选两人30多年的姐弟情已经降到冰点 我会跟主席联络 如果主席到高雄来 我县长那边同意的话 我非常愿意 陈君县长说他愿意登门拜访 你会愿意见他吗 这个时间我心里一定吧 所以不会见他谢谢 这时面对城局的喊话和媒体民调上的落后 杨秋心态度仍旧很坚定 后来在8月8号后将会正式宣布参选 民调作为参考 我参选当然是因为我的使命感 那我既然是我的使命感 我就勇往直前 不能代表民进党 那我当然可能就是用武党籍 那未来也不会介入任何政党 大高雄年底这场选战 真的会形成三场鼎立的局面吗 外界就等蔡英文主席5号南下座最后抢救的协调工作了 明镜这场真正组的联系 高雄先报道 不忍警 不订阅 不订阅 感谢观看